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草坪的这个效果 仅从这个草坪的颜色来看呢 这个草坪的这个材质啊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观察这个草坪跟这个石头啊 它交界的这个边缘 我们发现啊 非常整齐 这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效果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草坪的这个材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草坪呢 它表面的这个凹凸感主要是依靠这个凹凸贴图来实现的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凹凸贴图啊 它是不会改变这个几何的这个形状的 所以说这个表面呢 跟其他对象交接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整齐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使用一种更加真实的方法来创建这个草坪 这就是使用自换 在使用自换材质之前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由于这个自换效果 通常会大量的占用这个济缘器的内存 对于一个特别大的场景来说 如果说你不加思考的直接就使用的话 通常都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甚至导致死机 具体的我们这个场景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 离摄影机比较近的这个区域 让它产生自换效果 还其他很远的这些大范围的这些地方 就不要让它有这个自换的效果 就用原先的那个材质 有那个凹凸的那个感觉 就已经可以创建非常真实的一个效果 而且原本这个细节啊 出现比较多的地方 也就是靠镜头 比较近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地面 在创建这个自换之前呢 我实际上是把这个地面 分成了两种不同的这个表面ID 大范围的这个表面 使用了这个材质ID1 局部我使用了这个材质ID2 这些地方使用了材质ID2 红色的显示 那么在摄影机输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红色的部分呢 都是离这个摄影机比较近的地方 了解了这个特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材质啊 就不复杂了 在这里我将使用一个多维指对象材质 分别表现两种不同的这个表面ID上的这个材质效果 我们先把这个材质啊 保留了一个过去的一个旧材质 然后把它的这个数量设置为2 这样做呢 原先大范围的这个材质ID为1的那些表面呢 将会使用 我们原来看到了这个有凹凸效果的这个材质 而这个局部的就是离色影机比较近的这个局部的这些表面呢 我们将使用一个有自换效果的这个材质 那么这个自换效果的材质呢 不用重新创建 我们直接把原来这个奥图这个材质把它复制过来 好 好 把它的这个材质名称呢 修改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材质就变得有点复杂了 整个地面有两个材质组成 一个是大面积的有凹凸效果的这个材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编辑的 让它产生一个自换效果这个材质 好 现在在它这个自换的这个贴图按钮上 我们选择这个草地的自换这一张贴图 修改这个贴图的大小 跟奥图贴图一样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自换效果就是太模糊 应该让它这个纹理显示的更加的锐利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这个自换效果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草坪呢 并没有什么变化 它的这个效果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自换效果不明显 我们来看看我们把这个自换的这个参数 把它增加到最高 现在看到这个10就是最高的一个参数了 再来看看 好 现在看到这个自换效果还是没有出来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一个情况 相信 读者朋友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说 你的这个设置啊 都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来的 但是就是没有得到希望的一个效果 这个自换的这个 这个自换的这个级别 已经达到最高值了 也没有任何自换效果出现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这里啊 我们增加它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数量 好 我们先把它修改为五 看看这个效果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自换效果已经出来了 这个地面呢 已经发生了一个几何变形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地面呢 跟这个石头啊 还有这个 这个水池旁边 这个交接的这些地方 已经不像原来这么整齐了 比如说这个自换效果已经发挥了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使用方法还是有些问题的 比如说直接修改它的这个输出量的话 并不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从这个纹理上就能发现这一点 那么创建这个草坪的这个效果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个输出量上 我们来激活这个颜色贴图 我们换一种方法来实现同样的这个效果 首先呢 把它 还是修改为5 好 这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跟我们刚才直接把它输出为5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使用这个颜色曲线呢 它可以多一些控制 所以我们先把左边这个端点 把它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形状 曲线端点这个类型 先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改变这个曲线 我们注意这个纹理的变化 这样我们把它的这个暗部增加了更多 注意这样的一个曲线形状可以保持这个贴图可以让这个贴图保持更多的这个深色的成分 让少量的这个白色的像素出现在这个纹理当中 而这个白色的这个成分呢 表现在这个草坪上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青草 它冒出来的那个尖 这样实际上就是加大的这个黑白像素之间的这个差异 而这个纹理当中白色的这个像素最亮的部分 同样的也是相当于把它增强了五倍 而原先呢 这个颜色很深的这个地方呢 依然尽可能的保持原来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 创业出来的草坪呢 会更加的真实一些 好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再说 好 现在这个虚弱效果出来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自换的这个感觉啊 没有原来的这个感觉这么明显 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有一个细节啊 需要注意一下 就原来的这个自换效果 它这个凸起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很平均的 整体的一个凸起的这种状况 现在我们看 它就是局部有些少量的这个 凸起 由于这个自换效果 跟这个分辨率的大小之间 也有蛮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局部 以局部放大这种方式渲染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效果 这样才好对它这个自换效果做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大渲染之后啊 它的这个细节还是蛮多的 不过这个自换效果还需要修改一下 最后我们还是修改这个颜色曲线 让它像现在这个样子 好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草坪的这个整体效果 看起来还不错 记住在这里啊 这个编辑的关键点就是说 尽量的使用这个颜色曲线呢 来调节它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值 不要直接在这里改这个参数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草坪这个自换材质的这个编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材质的结构 这个ID1和ID2的这两个材质啊 大多数的参数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ID号为2的这个材质 它多了一个自换贴图 记得以后啊 在使用类似这个效果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自换的这个效果 控制在这个局部 不要给它整个都采用一个自换贴图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